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一连串国际体坛的重要赛事 首先是2012法网公开赛南丹决赛 因为下雨打了两天 未免冠军的纳达尔最终以6比4 6比3 2比6 7比5 击败塞尔维亚球王乔科维奇 成为法网第一人七度获得南丹冠军 压轴大戏南丹决赛受到下雨的影响 打完前三盘 纳达尔以2比1领先 而第四盘乔科维奇2比1领先 比赛因为下雨中断 随后大会宣布延赛 那么今天比赛重新恢复之后 纳达尔一上来就完成了反破追评 随后各自爆发两次 4比4评 纳达尔第九局打出了一个love game 接下来各自爆发 纳达尔以6比5领先进入乔科维奇 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纳达尔以40 30拿到了破发点兼冠军点 乔科维奇随后发出致命双雾 纳达尔成功破发以7比5拿下了第四盘 3比1胜 第七度获得法网冠军奖杯 这也是纳达尔职业生涯获得的第11个大满贯冠军